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天氣要有一點變化了 請大家好好掌握週末的天氣 目前看週末的天氣還不錯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摩羯颱風 現在在轉彎當中 在旋當中 它預期現在太平洋高壓升過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太平洋高壓的走向 還蠻明顯的升過來 所以預期會往長江附近 等於上海附近接近 但是各位注意 其實這整片的大低壓帶 其實正在發展當中 預期等於下禮拜天氣會比較不穩定 我們來看未來的動態 第一個是摩羯持續的會往西北邊走 很快 然後這邊整個大低壓帶 似乎就跟著整個帶動 有明顯北上 那這邊也不排除 還有颱風會在發展 那當然以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低壓會比較接近台灣 所以未來在下個禮拜 大概禮拜二開始 其實整個台灣就在於 整個大的低壓帶的水氣當中 所以天氣會比較不穩定 等於4 5 6 會比較不穩定 另外一個是還有一些老洞 可能會在裡面發展 所以不是只有下禮拜 還有在未來這整個禮拜 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是相對的比較不穩定的一週 會有持續到這個8月下旬 這個就我要特別留意的 等於是說為預期整個8月中旬的前後 是比較不穩定的 那可能有機會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當然現在還早 我們在只是說今天 昨天到今天的預測是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預期呢 這兩天的天氣都差不多 午後震雨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禮拜二呢 就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了 所以下禮拜二天氣 可能會有些比較大的變化 我們要稍微留意一下 後續的一個發展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 恐怕是這個大概都是屬於午後 典型的夏天氣 但是禮拜二開始就有一點變化了 然後呢 未來這幾天 其實禮拜五晚上的各地天氣 都還算還不錯 都是維持差不多的類型 然後禮拜六呢 還是晴朗炎熱高溫 都差不多 都是類似的天氣 但是北部可能在靠山區 有一些零星的鎮雨了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最後給大家建議 週末還是高溫 午後局部鎮雨 大概兩三天 這兩三天還比較像 摩集台灣往上海復興走 不惜台灣 下週二開始第二代北台 整個擾中的態勢 預計下禮拜二三開始 會轉為比較不穩定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了